女子世界杯开幕前奥克兰报三死枪击案,结果造成三人死亡,且其中一人是枪手,警方初步调查认为,这是一起单独事件。 随着前总统川普回应收到通知信,内容是给他四天时间考虑是否选择作证,法律专家分析后续,川普将收到第三份起诉书。 北卡罗莱纳州龙卷风EF3等级毁89栋楼,不止风速达到240公里,此外还造成95号洲际公路关闭与十多人受伤。 全美大约有34万名UPS工人可能在7月底罢工,并使美国经济损失7亿美元,除非公司和工会之间迅速签订新合同。 网飞新用户激增三个月内多600万人,并使全球付费用户总数达到2亿3800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